好 请合掌 跟我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极开经济 一起念 南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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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僧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大家晚上好 请看幻灯片 一样的复习一下 第一个 背挺直 身体放松 左手拿念珠 待会你念珠的时候 拿念珠的时候 念的时候 请你同时观想 两个一起做 然后呢 我会先敲个引进 然后你就继续念 待会你会听到我进录音室唱的阿弥陀佛佛号 然后呢 你就跟着念 念一颗就按一下 按一下 然后到了一个阶段 我会叫你叹的一声 把念珠放下 这时候专门想阿弥陀佛 我再讲一遍 第一个阶段是 边念边想 第二个是连念珠都放下 然后想阿弥陀佛 这是义佛的功德 然后明天才会教你看念头 就是念完佛的时候 连念珠都放下 然后教你看如何念头 这三个阶段呢 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把大秤跟金刚秤结合 是属于高级班的这个禅修 所以先观想你坐在莲花里 背挺直 身体放松 现在就坐 请关灯 留中间的 然后呢 心呢 可以专注在肚脐椅下 这样你的心会定下来 先佛卡不要管 然后专注你的呼吸 然后你会观想 就像佛在你的面前一样 好 接下来请观想 换灯片 金色的阿弥陀佛 为什么观金的呢 因为金色跟太阳的颜色是一样 这是你日常生命中见过的 所以你会比较熟悉 好 现在右手截金刚拳 然后呢 左手拿念珠 好 我先准备一下声音 待会我就会教你开始 西方 西变幻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开始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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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心里念佛 也想佛 阿弥陀佛 Ami Tova 阿米 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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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i Dove Ami Dove 继续念 心里想佛 看一下患当店 想阿弥陀佛 现在就来建议你 那是万丈光明的 你不用管念珠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心里想佛 想佛的万德庄严 想不起来请看一下幻灯片 不用管念珠心里念 因为断气的时候 是靠心而去极乐世界的 念珠现在不重要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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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阿弥陀佛的整体万德庄严 来临终皆愿来接你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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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uhami-ho-ba 好 結束了 好 眼睛眨一眨 好 可以打開眼睛 怎麼樣 有沒有感覺比較寧靜一點 有嗎 你感覺比你平常念佛 更能專注的請舉手 好 手放一下 你感觉念的时候 你的心比你平常散乱性念佛 更能专注的请举手 好 没关系 凡事都有第一次 没关系 我们明天还会练习 各位不要紧张 可能又要截金刚拳 又要拿念珠 然后呢 师父又分不同阶段 其实答案是真诚 请开灯 我想这样练习很重要 因为比你散乱性念佛 你念佛的时候就要想 我现在就要断气了 阴光大师讲 长江生死挂心头 你若能够把死字挂在额头上 你会很恳切地念阿弥陀佛的 而且不管你念几声 每一声都会有强大的力量 第二 要观想阿弥陀佛 观想阿弥陀佛 是属于观像跟观想 跟你的痴迷念佛是不冲突的 也因为阿弥陀佛有万德庄严的功德 所以你想佛的时候呢 佛也一定在想你 所以大师之念佛 原通章说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所以希望大家 每天至少练习早晚一次 早上一次 晚上一次 你得这样练习至少十分钟 那当然在这里 我是放电脑给你听 你在家里你可以放CD 假如你家人觉得你不方便 没关系 那你就戴耳机 Walkman 反正往生的是你又不是别人 你不要太在意 人家怎么想 你要练习 因为无常一来 真正断气的时候 你若平常不练习的话 你到时候是手忙脚乱的 好 现在 请翻开讲义 请翻开讲义 第37页 几八净土院 下午的课程 讲到这个地方 讲完了祭送 也让各位看五方佛的图片 好 接下来我要讲补充资料 你可以抄 请专心听 大乘净佛国土法门 什么叫净土 净土不是只有指西方极乐世界 大乘任何一个人 发了菩提心 我要成就 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我为了广度一切的众生 既然每一个人都是未来佛 那你一定会修净土 所以全名应叫做 大乘净佛国土法门 净佛国土简称为净土 像唯摩洁经 有唯心净土 法华经 有临山会上净土 西方极乐世界 也有阿弥陀佛 因地是法藏比丘 后来便世间自在亡如来 成佛的净土 文书菩萨在五台山 也有凡圣同居土 所以可见每一个人都有净土 请看内容 一 原成佛道 二 庄严净土 三 广度众生 这不在讲义上 你要自己抄 第一个原成佛道 叫Complete your Buddhahood 佛道在英文里面叫Buddahood 像小孩子叫Childhood 我们常常讲 这个小孩子很有赤子之心 就是有Childhood 举一个例子 就像你苦心 决定要买一个房子 你决定在这个Johobalu 要买房子 听说现在很多新加坡 越来越多人来这里买房子 为什么 因为什么都涨 薪水没有涨 的确在新加坡很辛苦 有时候信徒请我吃20块 晚餐很简单 当然也有2块3块在China Town 可是那都是一点点 可是你如果真的要吃好一点 营养一点的话 20新币 20新币乘以23 等于460台币 那就是46马币 有时候到50 那50马币的话 算台币500块 那是很贵的 我们在台湾吃饭 最多才15块马币 或最多20块马币而已 要吃到50块马币 我看你老本都会被吃光的 所以全世界什么都涨 你薪水没有涨 所以当你要买一个房子 那时候你算 扣掉你的水电瓦斯 你现在薪水 再加上你所赚的钱 你还要存款 那你要买多少钱 现在都叫千万豪宅 大概都要100万马币吧 你才会买到一栋好房子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 当你要买一个房子的时候 你就要去规划你的钱 第二个 好 终于 庄严净土 Design your own pure land 很高兴 当你呢 透过了买房子 不管是预售屋 或者所谓的县城建得好了 然后你办完了第一期投期款 付了钱 然后呢 仲介房屋就说恭喜你 就拿这把钥匙给你 你为了这把钥匙 就要做做牛做马 至少做20年到30年 而且你还保证你 20年到30年都很健康 而且呢 不要丢掉工作 所以大家压力很大 那请问 当你房子呢 好 亲朋好友帮你搬家 旧的家具 买新的家具 我们叫乔迁之喜 那你就会想 请问 我客厅要怎么设计呢 有人去过了巴旦岛 或者是巴黎岛 你就会布置巴黎岛风格 有人去过了法国巴黎 喜欢凡尔赛的功德 功德那个风格 凡尔赛功的风格 有人去过伦敦 你想要做设计英国的风格 对不对 有人喜欢设计下一位仪 草群舞的风格 南洋风格 所以其实客厅是谁设计的 其实就是你 客厅从哪里来 就是由你的心而创造出来 可能过了两三年 你又觉得旧的家具 像现在年轻人 大部分我知道都喜欢去买的 IKEA KL也有IKEA IKEA的东西很功能性 很时尚 但是它的材质 大概用了七八年就差不多了 最多都不会用超过十年 过了十年以后 你假如要再重新设计 新的风格的话 那你一定呢 也要重新设计 你家是要需要什么风格 有人喜欢中国大陆 民事家具 民事的风格 对 做起来呢 就好像自己是五则天一样 或是皇帝一样 所以 每个人的风格不同 第三个 你等到你房子也搬进来了 客厅设计好 你做什么呢 当然了 你是自己住咯 跟你的家人住啊 可是你不会那么自私吧 你一定会邀你的亲朋好友 一起来欢聚 第三个叫广度众生 Benefit all sensing beings universally 而且你会真心的邀请 你的家人来看看 一起分享 所以菩萨成就庄严的净土 做什么 不是自己坐在那边纳凉 或坐在大宝莲花上呢 享受 不是 菩萨成就庄严净土的目的 是要广度有缘的众生 特别你要做一个记号 第三个 佛不能度无缘的众生 在十方佛国土里面 排行榜第一名的是谁 以佛的角度来讲 应该是阿弥陀佛 因为他的愿力最广大无边 在菩萨众的角度来讲 排行榜第一名的 应该大概是 大悲观世音菩萨 跟大怨地藏王菩萨 所以未成佛前要广结善缘 就是这样 因为你没有跟他结善缘的话 你是不能度他的 大家知道在大致论度论里面 也曾经有一个故事 释迦牟尼佛有一次要度 成东老母 他就不理他 最后佛入定 谁跟他有缘 叫阿难尊者去度他 结果呢 阿难尊者去敲他的门的时候 他一看到阿难 哎呀 这么庄严啊 他就生欢喜心了 因为他过去跟他有缘 所以佛不能度无缘的众生 因此每个众生 跟佛菩萨的缘 有深浅不同 所以有无量诸佛 无量的菩萨 有无量的法门 所以从这里了解 每一个人都要发菩提心 成就无上阿难多罗三秒三菩提 你都会成为庄严净土 净土请画个记号 这是指报生佛 法生是无相的 报生是广大无边的 当然你也会有千百亿化生的化佛 但这里的庄严净土 主要是以报生佛为主 假如以阿弥陀佛做理据的话 做例子的话 就是在观无量寿佛经说 佛有八万四千像 八万四千好 八万四千庄严 那八万四千事实上就是报生佛 度菩萨而用的 广度众生里这里有报生 也有化身 像光中化佛 无数亿就是化身佛广度众生 先讲教义 待会给你看图片 各位看 现在从南传 大乘到金刚乘 你看佛在世的时候 南传佛教 我特别发现在马来西亚跟东南亚 很多人喜欢学南传佛法 虽然他是大乘 可是他喜欢南传 四圣地阿汉经 清净道论 很好 但是你最多只能证阿罗汉果 你看佛在世的时候 佛显现的就是清净 一个印度的人 所有的圣地椅子 就坐在佛底下 听他讲四圣地或十二因缘 接下来 所以你到过泰国曼谷的时候 你就会可以看到 泰国曼谷公园里面 有个很大很大的青铜雕的 叫walking Buddha 就是这个 对不对 你看他身上披的 就是南传袈裟 佛的手臂右手垂下去 左手垃在指说法印 那这个造型就是南传佛教 所以佛可以度圣地子 都成为阿罗汉果 成为一果二果三果四果的圣人 最重要目标是成为四果阿罗汉 可是在阿罕经里面说 佛是大阿罗汉 那表示说阿罗汉有在想说 我跟佛虽然是圣者 但是佛的智慧跟神通比我还广大 那表示我还有不圆满的地方 你看 在南传佛教里 一尊佛像或一个寺庙 或是一个公园 都会利益广大的众生 你看这两个小学生 下了课呢 不管他欢喜或不欢喜 他就会到寺庙去 看着佛的佛像 对不对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 当南传佛教里面呢 当你碰到困难或生病 你会请穿 在图片里面是呢 穿橘黄色的这个出家人 为你送巴黎文的经典 或为你祈福 那左边就是供养的功德主 买香花灯果主 在佛陀面前 为你送巴黎文的经典 接下来到了大乘 大乘你就看 完全照相是不一样 所谓大乘 故名他发广大的菩提心 大悲愿力 以及度无量的众生 行六度波罗蜜 像我们柔福学佛会 创立的时候 就是以大乘佛法为根基 那这个是在印度菩提家 也的树 菩提树的上面 一般人很少注意 师父是用伸缩镜头拍的 你可以看到印度的造型 他头戴着宝冠 像国王一般 非常的威猛庄严 右手 佛的右手 结祥摩印 接下来你看到了中国 杭州静慈寺 最有名的叫南平晚中 你就可以看到 千华台上 卢舍纳佛 这个就是报生佛 你看 坐在全部都是同坐的 我们受菩萨界就是 卢舍纳佛 传给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在传 放往菩萨界来人间 这个就是完全大乘的造型 跟南传的泰国 就完全不一样 到了中国 你看最有名的云冈石窟 对不对 释迦摩尼佛 非常的饱满庄严 中国人认为呢 饱满庄严是很好的 像在座几位师兄都圆圆的 表示你修的是很好的 像师父呢 还修得不太好 虽然我头很亮 但是我瘦瘦的 在西藏人也认为 胖胖圆圆的是有福气的 但是也不见得 为什么最圆的呢 你看猪是最圆的 它是畜生 所以有时候 它不一定是绝对的 是相对的 可是中国人喜欢 像好庄严 饱满的佛像 这是云冈石窟 如果各位有机会 进山西五台山 会经过云冈石窟 非常壮观 接下来再看 韩国石窟庵的 释迦摩尼佛 韩国的寺庙呢 真正庄严的都在郊区 假如你到了韩国首尔 可能还要坐火车 到釜山 到庆州 有几个寺庙 师父建议你 你可以写下来 海映寺 可以看到八万大藏经 木科的松广寺 松树的松 广州的广 松广寺 禅宗的道场 还有一个就是这里的石窟庵 传说他建设的时候 是用石头雕 而且还有设计风水 在冬至的那一天 一月冬至的那一天 天快亮的时候 第一道光芒 是照在佛的脸上 然后所有的脸友 在家出家 就等那一刹那 半夜就开始排班 等到天亮快那一刹那 一放光的时候 就开始敲大庆 念什么 大方光佛华严经 非常的壮观 旁边有颗八大菩萨 有菩萨众跟生文众 似乎是没有去过 不过我看过书跟DVD 叫韩国石窟庵 接下来 看中台山释迦摩尼佛 台湾中台山释迦摩尼佛 其实就是依石窟庵 在重新设计的 背后有光中化佛 所以 那你说 释迦摩尼佛净土在哪里 恒真净土就在灵鳩山 下午给各位看过 灵鳩山朝圣短片 佛就在这里讲 大方广佛 对不起 大称妙法莲华经 还有大般若经 以及观无量寿佛经 智者大师曾经诵经的时候 入定 世真经经 世民法供养如来 他还是回到了灵山会上 见到释迦摩尼佛 所以他说 灵山一会 俨然未散 就是呢 事实上佛现在还在讲法华经 但是你要有缘 你才会看得到 接下来 然后由日本人 从流经的 妙法灵华经的 多宝佛塔 南无虎人雷家 右边是多宝佛 左边是释迦摩尼佛 这是变现净土 也就是二佛并坐 这个代表什么呢 过去的佛跟现在的佛 没有时空障碍 可以在同个空间里相见 所以佛教讲 过去现在未来 对凡夫 比如说你今天 你就不知道 今天的你 你就不知道 你上辈子是什么 就算你今天听完经 法喜充满 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一定有信心 你甚至无法决定 你这辈子断气的时候 下辈子你会去哪里 但是你若任根修行的话 你可以过去 现在未来知道的 因为它是同一个相续 就像同一个河流一样 那二佛并坐的意思 代表变现净土 因为释迦摩尼佛用神通力 三次变净土 把他方无量无妙的佛 跟菩萨 跟天龙八部 都容纳在 娑婆世界 而且听妙法莲华经 接下来再看 毗卢遮那净土 就是东密大日如来 重重无尽坐着火焰 然后呢 坐在火焰里 坐在大宝莲花上 头戴五方佛宝冠 这就是 毗卢遮那佛 也是释迦摩尼佛 他有个名号 叫大日如来 东密跟唐密 修的本尊就是这个 所以你到了日本 你会发觉 他们都在念 大日毗卢遮那如来 接下来再看 西方也有极乐净土 这是唐朝 由台湾 江义子居士 按照中国唐朝风格化的 西方三圣 大概在二三十年前呢 这个台湾是非常流行 很多居士家里 都是供这一尊 为什么呢 因为他直直的 非常的庄严 可是现在的年轻 不喜欢太子 他觉得很严肃 接下来看 按照观无量寿佛经的 莲词海会佛菩萨 阿弥陀佛是做的 右边是观音 左边是四字 你可以看到 七宝池八功德水 所备的宝台 船方宝盖 全部都挂满了金银珠宝 这是佛生生世世 界定会的功德 接下来 这是今天练习的 阿弥陀佛临终接引 刚才的阿弥陀佛是做的 代表大乘禅定像 现在呢 是站着灵中间影像 代表立他 接下来 你有莲花化身 正到阿皮八字 莲花化身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很用功 这辈子你好好修行 当你这个神世一投胎 往生极乐世界 那就恭喜你 不会生生世世再回来轮回 除非你的愿力 成愿再来广度众生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是莲花化身的 这个莲花是由你六度 波罗蜜功德的因缘而显现的 接下来再看 日本国宝 阿弥陀佛 微神光明最尊第一 昨天介绍过 三月阿弥陀 有没有还记得 阿弥陀佛光明无量 从山里面呢 可以穿越出来 右边是观音 左边是世智 这也是日本的国宝 接下来看 藏传佛教的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里面呢 藏传佛教是红色的 因为它配莲花布 那阿弥陀佛的右手边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左手边 白色的 那是观世音菩萨 右手边蓝色的 代表大世智菩萨 红白蓝 也代表藏传佛教的 三个种子字 欧阿弘 三个字 身口易清净 所以藏传佛教呢 阿弥陀佛是红色的 再看 耀师佛 东方耀师净土 现在各位可以拿手上这一张 这张是我供养你的 这是商业经社2004年印的 这次讲座即将快要圆满 我供养你 师父明天或后天会讲 希望家里设计一个佛堂 听好 所谓设计佛堂 不一定要花很多钱 至少你可以把这一两张佛卡 拿去付贝或装相框 然后呢 开始供香花灯果竹 在普贤十大院里面 不是讲广修供养院吗 对不对 像我现在跟你讲 师父的房间有佛像 我也在点灯 对不对 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你还能够累积功德 你不是没有福报吗 对不对 你觉得障碍很多 希望你真正修起广修供养 有供跟没有供 功德是不一样的 如果各位去读 大方广佛华言经 你就知道 如果有人供文书普贤 跟华言三圣 贤结千佛 都不会剁三恶道的 所以各位 我们都希望灿除业障 积聚福德之良 所以我供养各位 那这个是早期印的 非常庄严 我介绍给你听 我这边也有图片 等一下 就是这张 这张 你看 第一 这叫做大乘三宝佛 中间是释迦摩尼佛 释迦成佛的时候 三个都是一样的圆满 那中间呢 释迦摩尼佛 右边 你看到有 药师七佛 拿药师宝塔 我也知道 在座各位很多人 喜欢念药师经 希望身体呢 没有病痛 左边是拿莲花 所以是阿弥陀佛 其实他们的手印是不一样 所以三个在一起 所有的功德都有了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弘毅大师就是一个例子 他弘扬地藏经 也弘扬东方药师净土 也弘扬戒律 也弘扬很多经论 但是他是发愿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他呢 都能够预知实至 最后讲 所谓的悲心交集 而他就求生了极乐净土 所以 希望大家可以 这张呢 带回去 然后呢 把它复背 或者满相框供养 那至于佛堂怎么设计 明天我会说 我现在是讲 净佛国土 请看 东方药师佛 你看药师佛 他有药师七佛 那药师佛很慈悲 他有神变为七个 右边是日光菩萨 左边是月光骗照菩萨 这张在新加坡 跟马来西亚也流通非常广 非常非常的庄严 是大乘的造型 接下来你再看东密的造型 药师佛跟十二药叉 药师海慧佛菩萨 再看新加坡 护国金塔寺 由法照大法师而雕的 请来的非常庄严 大概有一层楼这么高 日本雕像 中间是药师佛 右边跟左边 日光月光骗照菩萨 所以护国金塔寺里面呢 也是主修药师法门 那要修药师法门 你的身心也会健康 跟你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并不冲突 因为药师佛里面有八大菩萨 既然八大菩萨就看你想去哪里 你想去药师佛 他就会送你药师佛 如果你想去极乐净土 八大菩萨就会送你去极乐净土 再看这一张很特别的 很少看到日本国宝 用青铜雕的 然后背后呢 是铜镀金的 中间是药师佛 右边跟左边是站的日光菩萨 月光骗照菩萨 这张我是从网路download的 非常非常的壮观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大乘佛法从中国到日本 韩国 新加坡 香港 台湾 还有马来西亚 东南亚 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不会因为你一句说 大乘非佛说这些都是假的 然后接下来 藏传佛教也有拜药师佛 要药师三尊 特别注意藏传佛教的佛呢 药师佛是天空的颜色 深蓝色 他一定拿一个药槽 然后里面拿一个波 这是药师佛 藏传佛教也有 药师七佛的唐卡 所以西藏人也修药师佛 因为希望健康没有障碍 接下来再看弥勒菩萨 你也可以求生 东方药师佛 西方阿弥陀佛 你觉得我跟弥勒菩萨有缘 像现在的天道一贯道 虽然他的知见不一定正确 但是起码他欢喜拜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在天上兜率内院 这是云岗石窟里面的 十地交角弥勒 叫法云地 角是交叉的 只有十地菩萨会这样 这在照相艺术上雕像是这样 接下来 最有名的又是新加坡佛牙寺 对不对 非常的壮观 弥勒菩萨当来下身弥勒尊佛 我非常喜欢 因为他是按照唐朝啊 真正的弥勒菩萨是长得这样 而我们现在供的不带和尚啊 或是你们的欢喜佛啊 或是呢很多店里面呢 都要供啊 发财啊 那个是化身佛 真正的报身佛是这样 弥勒菩萨他成佛的时候 也有两位邪士的菩萨 你看 唐朝造型 法云地的地实地 弥勒菩萨 真正的弥勒菩萨应该是长这样 对不对 不是肚子大大 欢喜到好 大家来吃菜 你太少看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 波尔波罗蜜 非常的深 所以藏传佛教有现观庄言论 弥勒菩萨 未来也讲 华颜经 法华经 弥勒菩萨 还有五重为士观 他的禅定也非常深的 接下来 你看 非常非常的庄严 现在讲话的时候 都帅内院里就有 道安大师 太虚大师 虚隐老和尚 玄庄大师 窥姬大师 通通都是弥勒菩萨的大弟子 接下来看 台湾高雄紫竹林金社 现代造型的弥勒菩萨 因为现在要度众生 你要多变化一点 所以他后面有火焰 还有彩带 然后接下来再看 是东密跟大乘结合造型 新加坡佛亚寺 用木雕的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的头顶里面 有供的一个舍利塔 然后旁边有法轮 有宝瓶 当来下身 弥勒尊佛 所以你也可以求生 见灭了菩萨 但你至少见佛 就不会退转 这是新加坡海印故事 所供养的 所以一尊好的佛像 它会升起广大的功德 也会让很多人 修观佛三昧 跟观相三昧 接下来再看 藏传佛教 极乐净土与八大菩萨 中间的这个 阿弥陀佛红色的是 报生佛 看下一边 语音得然 有一个西藏的 拉玛往生了 他求生极乐世界 那化身佛来接你 然后旁边是八大菩萨 八大菩萨在不同的经论 有不同的名称 接下来再看 观世音菩萨 你说师父你讲得很精彩 但是我比较喜欢 观世音菩萨 可以 你也可以发愿 观世音菩萨有很多净土 他住在西方极乐净土 他也住在都帅内院 梅乐菩萨那里 他也有南海普陀 观世音净土 然后观世音菩萨 这幅雕像是 新加坡佛亚寺的 东密六壁如一轮观音 大悲心的化身 你也可以看到 圣十一面观音 念大悲神咒 这一张就是我念大悲神咒的时候 我就是观想这一张 这张是大称跟东密结合的造型 非常的庄严 头顶是阿弥陀佛 他的老师 接下来 这是桑叶今生的木雕 牵手牵眼 观世音菩萨 然后接下来 藏传佛教 四壁观音 也有四壁观音的净土 你可以看到观世音菩萨成佛的时候 他旁边也有两位邪式菩萨 有声闻众 有菩萨众 他的功德呢 比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更为庄严 因为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力 更为广大无边 度的众生无量无边 好 这就是六字大名叫 大悲心的万咒之王 就叫六字大名咒 好 这就是六字大名咒 观音菩萨的净土 所谓的净土 就是我讲过 你到中国紫禁城或天坛 在虚空中 看到圆的方的四面 然后再来护城河 这就叫净土 接下来看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有他的净土 在中国五台山 释迦牟尼佛说 东方有正当国 其山名曰清凉 其有菩萨名曰文殊 教化一万菩萨海会围绕 所以 这是释迦牟尼佛 在华言经亲口所说的 所以五台山就成为 文殊射利菩萨的净土 你看五台山的正海寺壁画 有五方文殊 那五方文殊 文殊菩萨是诸佛之师 教般若波罗密 所以他的净土叫唯心净土 你可以看文殊菩萨 右手拿智慧剑 他的左手 就是我们看到右边 拿大般若精 成佛的时候 他也有两个邪式菩萨 所以什么叫净土 请写下来 一佛二菩萨 有无量的眷属围绕 就叫做净土 接下来再看 普贤王菩萨 河眉山万年寺 明朝皇帝万历年间 下令用三千两黄金 所调铜柱的 而且七经七的 普贤王菩萨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国真的是很有福报 四大名山都在中国国土 我们是中国人 对不对 华人 我们能够得到 大乘佛法的教法 是很有福报的 接下来再看 2006年 峨眉山开光的 十方普贤 就是不但只有 观世音菩萨 有十个头 同样的 普贤菩萨 也可以限十个头 千臂千波 文书施力菩萨 也可以限十个头 这十个头 代表华燕金十地 所以它有 东南西北 四个方位 叫普贤王菩萨 非常的壮观 峨眉山 事实上是道教 跟佛教混合的道场 但是在中国呢 因为普贤菩萨 曾经视线过 所以成为 普贤菩萨的教化区 到日本的国宝 玉花的 宝莲花的 大地六变震动 然后呢 叫做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走的时候 大地都会六变震动 这里的震动 注意听 是指震动你的人心 不是指地震 像我们台湾有地震 那地震一来 大家都吓死了 不是 是指说 菩萨他走了 举手投足 都可以大地六变震动 震动众生的身心 接下来看 中国唐觅造型的 普贤菩萨 接下来 十方一切都有诸佛 不管三十五佛 五十三佛 都有他的净土 所以大乘十方佛观 十方有无量的净土 这是非常殊胜的 好 在介绍十方无量净土里面 其中以西方极乐净土 最为庄严 请看你的手上 有一张小章的 这张呢 是供在商业金色 大概像我现在 讲经的佛桌这么长 然后很幸运的 我是在新加坡买到 有中国的画家的画 他画这幅 整整画了一年 用着东黄壁画画的 所以你看到 中间阿弥陀佛是红色 而且披金黄色 红色的袈裟 还有披金黄色的衣服 右边是观音 左边是世质 莲齿海绘佛菩萨 那我送给各位的小章的是 你观想 现在观想请写一下 可以观三个 第一个观阿弥陀佛一个人 第二个是观西方三圣 就是眷属 我们临终皆引西方三圣 第三个就观西方极乐世界的 水鸟树林跟一切的圣众 这个都可以 我再讲一遍 第一个观阿弥陀佛一个人 第二个观西方三圣 就是眷属 第三个可以观极乐世界 不管天上的宝盖 菩提树王 或莲花化身 孔雀 白鹤 孔雀 鹦鹉 嘉林 平杰 共命之鸟都可以 那传统上我印一张 大张一张小张 大张是让你供在佛堂用 小张注意听 是让你随身攜带 然后呢 让你观想用 但是老菩萨不要这么固执 说哎呀 师父我带在房间 那万一进厕所怎么办 厕所没有佛嘛 重点是你的恭敬心 当然我们没有说 特别要把佛像丢到垃圾桶去 你起这个恶念的话 是有不好的果报 所以不要执着 哪里都有佛 所以我供养各位 一人一张小张的 如果你欢喜的话呢 后面还有 你可以多拿 但不要太贪心 一个人最多拿三张 但是假如你很喜欢这张大张的 待会结束的时候 到前面来 师父送你 你可以拿回家供 然后呢 您生起广修供养的心 就会有无量的功德 好 现在请看下面的经文 请看三十 对不起 好 三十七页 请看极酒城市院 我还没有讲完 也就是说 在这个别显十大院 请看第九城市院 请看三十四项 于一毛端极为中 出现三世 庄严差 十方成差 诸毛端 我皆深入而严静 三十五项 所有未来照事灯 尘道转法 物群有 究竟佛是试涅盘 我皆往易而亲近 好 请看幻灯片 十方都有无量诸佛 假如你能够跟在佛旁边 你绝对生生世世不会退转 但是我们凡夫因为过去的业与烦恼 我们是很难见到佛的 比如我们在娑婆世界 你要哪里遇到佛呢 你最多只遇到佛像而已 我这里讲的佛是指 你真正跟在佛的旁边 就像三才童子五十三餐 跟在文书菩萨旁边 跟在观世音菩萨旁边 就像你在家人一样 跟他真正生活在一起 那是要非常非常大的福报 先决条件 你要生到净佛国土 那你若能够生到净佛国土 净土 所以第八院讲净土院 第九你就要成世 这里的成世只是 是指饮食 衣服 卧具 汤药 四世能够供养你的老师 好像做他逝者一样 请看三十四 对于每一个矛端极为中 一矛端一就可以出现多 出现过去 现在 未来 无量庄严的佛刹 十方的佛刹 就能够融在一矛端里 我都能够深入 而且看到清净庄严的佛国土 在凡夫来讲 这个很难 只有你真正见到 普贤菩萨以后 或文殊菩萨 你才会正入这个境界 在《华言经》里面讲 所有 请看 普贤王菩萨 在《华言经》里面说 释迦牟尼佛成比喻 观世音菩萨的功德非常非常大 底藏菩萨的功德非常大 可是若要跟普贤王菩萨比 普贤菩萨的功德更大 他说 善才同志 进入普贤菩萨的身体 从东方 一直走 一直走 经过无量节 还没有跑出普贤菩萨的身体 听起来这有点荒谬 你说很不可思议 怎么从右边一直飞 飞到左边 都还没有出普贤菩萨 因为普贤菩萨是虚空法界身 而且在普贤菩萨神通里 一个毛 毛端就是我们寒毛 一拔起来就可以看到 过去现在未来 无量无边的净土 现在我用科技来跟你解释 你会比较了解 举个例子 你一个电视 对不对 就可以看到 很多很多很多电台 所以一就包含的多 你再来看电脑 多所有的网路 都包含在一个电脑里 像刚刚我在房间准备讲义 志光帮我连了电脑 我要上商业经测 当落我唱的佛号 我一上网 一个电脑就可以 无量无边的网站 所以现在的科学比较能够理解 一包含着多 多包含着一 传统上我们的概念会说 多可以包含一 反过来 一怎么可能包含多呢 一个电脑可以不是连 无量无边的网站吗 一个电脑不可以是接 全世界很多很多的电视台吗 当然你要装大耳朵跟小耳朵 还有你想想看 一个电台 一个电视机 可以接全世界 不同国家语言的新闻 对不对 普贤菩萨就有这个功德力 接下来再看三十五颂 所有未来造势灯 佛叫做造势灯 因为他能够照亮众生的身心 成道转法物群有 佛成佛的时候 就是转法轮 觉悟群有 就是指一切的友情众生 就近视线八项成道 一直到入涅槃 佛有这些成佛 转法轮度众生 入涅槃的八项成道 我都会亲近而跟他学习 最后看第十愿 几十 好 几十 现在这个里面呢 请做个记号 四三十二 有十二个力量 表示你成佛的时候 有这十二力量 那我们凡夫有没有 有 不过我们凡夫的力量 比较薄弱 比如说你现在发愿 好 我要好好工作 日以继夜的精进的工作 你就有精进力 你现在发现说 好 我现在要参加禅期或佛期 你有修持力 对 你人都有很多力量 你打麻将呢 也要好胜力或战胜力 你才能够打三天三夜 所以我们人是有力量 这个力量有分正面的 也有负面的 接下来就看下面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这个十二个字讲 佛完全清净的力量 请看经文 三十六 素极周片神通力 谱门骗入大乘力 智行谱修功德力 微神谱赋大慈力 你念起来都很有力量 请看 佛呢 他在十方佛国土 来去自如 所以快速周片 他有神通的力量 这个神通是指 戒定慧而修的 谱门骗入大乘力 谱门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谱门视线 而且可以骗入一切的众生 引导他进入大乘佛法 这个做个记号 我多说几句 有些佛教徒 不论在家出家 他过去 精进佛的时候 就先学南传佛教 他就先学四圣地 八正道 十二英元 谭底教他打坐 他很高兴 可是你要叫他度众生 他不高兴 他说众生太难度了 像《法华经》里面就有讲 当佛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 加设真正 就极然艳作 像龙子一样 佛讲什么 他都不高兴听 看佛呢 三变净土 他说这些都是幻化的 都是空性的 到最后呢 佛为了五百弟子 授记的时候 加设尊者才站起来 哎呀 我很惭愧 那佛呢 你要不要帮我授记呢 佛当然没有舍弃他 可是佛呢 就跟他讲 加设啊 你多生多节 都不好要大乘佛法 所以你看有些人的根系 就喜欢南传佛教 很好 这也是佛的正法 是因为他在过去佛 就学南传教法 有些人要从南传的教法 经过多生多节的学 学到呢 连佛讲妙法 连华经 都有五千位弟子 哗啦哗啦哗啦退席了 佛说什么 退一加一呀 佛在苦口婆心 没有退的那些 回小向大都说 你做阿罗汉啊 其实还没就近真物 还要发不敌心 回小向大去 继续学大乘佛法 所以各位 我们是学大乘佛法 我们不是第一生才学佛的 可是我们也是多生多节 都在大乘佛国土 轮回投胎的 所以学到大乘佛法 是很有善根的 接下来要学金刚秤 那更要有大乘佛法的基础 没有大乘的佛法基础 学金刚秤 你只会火供 烟供 然后灌点 财神啊 灌点 弄弄弄 弄弄弄弄了半天 你也不知道金刚秤修什么 学金刚秤 要学大乘佛法 金刚秤有道次第 有身体次第 有圆满次第的禅观 然后有自他交换的修法 还有了悟自新的方法 所以要学金刚秤 也要从多生多节的 大乘佛法而学习 接下来再看下面 自行普修功德力 微神普复大慈力 这并不难 看第三十七 骗尽庄严 圣服力 无着无医智慧力 把无着无医智慧力画起来 对一切东西 不要执着 不要执着的先决条件 先学着 不要依靠别人 依靠自己 很多人很喜欢依靠别人 就是很依赖别人 这样不好 你要有智慧 要先学着 要独立 不要依赖别人 还有对一切万法 不要执着 所以叫无着无医智慧力 接下来 定位方便微神力 为什么你说 这个人很有微德 很有影响力呢 他有定位力 还有方便 善巧方便 普能积极菩提力 就是他能够积极 所有的善根 而发起无上菩提之心 所以叫 普能积极菩提力 最后看三十八 清净一切善业力 所有一切的善业呢 他不扎染 具有清净的心 接下来 我们吹灭一切烦恼力 烦恼来的时候 他像金刚般若波罗蜜一样 也像藏传佛教叫金刚楚一样 可以吹灭一切烦恼的力量 最后降伏一切猪魔力 这里的魔代表内心中的烦恼 外在的恶缘 可以写下来 心中的万念 贪嗔痴也是魔 外在的恶缘 跟恶知识 跟恶朋友 也是魔 你会有降伏他的力量 举一个例子 好像警察 警察最头痛的是什么 黑道 对不对 这个古惑仔的大哥大 最难的跟他相处 为什么 他翻脸跟翻书一样 有时候很讲义气 有时候跟你讲好了 完全不守信 第二天又变了 警察最怕的是黑道 贩毒走私相谢 可是话又说回来 假如警察能够降服黑道的话 黑道也会变成 警察最好的助手 所以意思是说 我们在修行上 会有很多内有贪嗔痴的烦恼 外有很多的恶缘跟恶知识 那是因为你被他左右了 但是假如你能够控制你的心 不为外境所迷惑 那这些就会成为你的护法跟助缘 所以降服一切诸魔力 最重要要降服你内在的贪嗔痴 假如你能够降服贪嗔痴的话 一切魔王天龙八步 看到你都会礼静 都会作为你的护法 这叫降服一切诸魔力 最后圆满普贤十大愿的诸行力 好 那经文就讲到这里 先看到三十八页 秉三总结 无尽的大愿王 别选十大愿呢 我就讲完了 对不起 若各位想要看这个祭诵的详细呢 各位可以去看注解 有白话注解 有古汉文的注解 没关系 好 接下来再看三十八页 物三总结无尽大愿王 看三十九颂 普能沿进诸岔海 泄脱一切众生海 善能分别诸法海 能胜深入智慧海 看三十八四十四十一 都用海 我说过 这个海不是海水的意思 是代表广大无边 以现在来讲 就是虚空的大气沉 好 那有前面的力量 力量就会升起广大无边的时空 跟时间跟空间的延伸 就像大海一般 所以他 佛在印度讲经 常常用恒河杀树 也会用大海或虚空做比喻 请看三十九颂 普能沿进诸岔海 就是自己能够庄严自己 也可以庄严别人一切的佛国土 泄脱一切众生海 就一切的众生遇到你 身心都会得到解脱 善能分别诸法海 就是你有智慧 能够分别佛有很多很多的经论 这属于南传 北传 藏传 这属于不同的经论 这是中观 这是为世 不同的经论 你都能够善巧分别 所以我们在大悲战里面 第一愿 南传 大悲观世音 愿我述之一切法 就是这边讲的 善能分别诸法海 那要学习这个诸法海 是要多生多结学习的 举个例子 如果你今生不修禅修 来生来的时候 你也不会高兴修禅修 你今生不愿意学 大制度论 瑜伽是对的论 来生 你也是看不懂的 所以他要多生多结的学习 最后讲 看下一诵 再一个祭诵 能生深入智慧海 当你深入经脏的时候 才会智慧如海 所以后面我会讲 真正解脱 有很多条件 最后是看谁的智慧 高 他就会证悟 请看四十种 不能清净诸行海 就是你可以清净你过去 身口意一切的六度万行 圆满一切 诸愿海 请做个记号 我们有些很多愿望 所求不能如愿 在八苦交经里面 有一个叫什么苦 求不得苦 对不对 比如说你现在想去朝圣 答案 没有钱 有了钱 这个 这个